大年初六开工第一天 党主席克文哲率领民众党 跟各地方服务处新春视讯团拜 认真的过每一天 然后快乐的过每一天 这是我们的目标 其实做一个新兴政党 要做的事情很多 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很多 所以我们就是继续努力 就这么简单 继续努力当然也要壮大民众党版图 距离2022地方选举 虽然还有一段时间 但民众党早就布局 在全台插旗服务处 还传出蓝白核达选战 引发蓝营内部反弹 认为克文哲没有政治诚信 甚至还可能瓜分泛蓝票源 那你怎么不问说 我们会不会跟民进党合作 也是有可能啊 我们都是按照议题来决定 就是说你讲的有道理 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 甚至是时代力量 甚至我们那个3Q哥 讲的有道理 我们也都在议题上都会合作 是开放的 但是我们也不会为合作而合作 一切还是要看是什么样的议题 毕竟选情还不明朗 情况下蓝白有无跨党合作可能性 没人能把话说死 盘点目前浮出台面的民众党 2022县市长人选 台北市长最有可能 由清明党副市长黄珊珊 结榜柯文哲延续施政 基隆市长打算让出身基隆的立委 邱成远披挂上阵 至于立委高宏安则被点名参选新竹市长 除了提前布局选战 民众党也急着甩开寄生国会的骂名 我们过年期间还在找房子 所以不管是我们的文宣 智库 都在支援整个立法院的工作 所以打我们什么寄生国会 伤众两个办公室 屏数约80屏 正在洽谈当中 新的一年民众党 除了要私除标签 更把目标放眼2022 环宇新闻林志鹏渝德勤 廖品君台北采访报道